每次一说到国产长城汽车发动机是哪国造的哪国生产的 用的谁的技术是不是由长城自主研发的 质疑的声音就很大很多 这个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去抬杠 很多人会说就是逆向研发大众EA888发动机技术 说对了一半但不准确 说到这里长城也是被冤枉了 我问你那么大众的EA888发动机技术又是哪里来的呢 有人说是大众自己研发出来的 错 当年大众迷茫走投入路的时候 去了德国一家叫FEV内燃机公司那里 购买了这家公司的原型图纸 还有专利授权 就是发动机的原型图纸和专利授权 然后才有了EA888发动机 我就长话短说 恰巧的是长城早期用的是三菱的老旧发动机 后来也去德国这家FEV内燃机公司购买的发动机专利授权和原型图纸 恰巧的是是和大众的EA888发动机是一样的图纸 所以长城后来的发动机也同样出现了像大众发动机那样 骚和漏的问题 所以大家才误会长城汽车是逆向研发 大众EA888发动机技术 长城汽车真的是非常委屈 如今的长城汽车成立了自己的风潮一创 前几年 生产自己的发动机 变速箱还有插电式混合动力 还有这个越野方面大量几个车子 成绩非常优越 把自己发动机烧和漏的问题几乎是解决到了 发动机技术已经是国际一线水平 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使用350磅高压支撑技术 稳能性很好 加92号汽油 油耗表现的中规中矩 动力也是确实是不错的 所以说没有必要纠结 哪个车企它发动机是不是有完全自己 百分之百自主性发 我告诉你 它自己能研发出来 走到今天这一步 绝对是不容易的 每个车企从无到有 都要经过一些事情 不存在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那么视频园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前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